上周台南有民众到旗鼓的西寮里钓鱼 不过钓鱼钓到一半 镜头转向左边 竟然一整排的都是军人 钓鱼钓到一半 竟然遇上了军演 钓客不为所动 军方也没有请这些钓客离开 就形成了非常有趣的画面 第一个钓鱼钓到人家 你看看 就如钓客自己所拍下来的画面 垂钓的地方两边都是军人 由于其古湿地是位在洗漱海滩北边 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洼 被军方视为敌军登陆的潜在据点 因此国军有一支召召部队 就在这个地方来进行军演 只不过在这里垂钓的钓客 事先并不知情 就形成了这一段有趣的画面 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道